针对之前的问题疫苗事件 卫生健康委员会药证司副司长张峰昨天表示 未来将会对基本药物进行全品种的抽检 全流程的检查 基本药物当中的289个固体制剂的一致评价工作 现在正在进行 前5批的已经核发 下一步将会建立药品质量的淘汰机制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将会逐步的纳入到 基本药物的目录当中 没有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下一步就要适时的调出 下一步的卫健委将会重点开转 临床使用监测和药品临床综合评价的工作